近日在台灣各處紛紛傳出了停電的問題 尤其在桃園 半個月內至少發生了17起的停電狀況 讓在地的知名真的是叫苦連天 網友在PTT八卦版上面說 5月才過4天 連電風扇都沒敢開 沒想到晚上單區若安街地段 又居然發生了停電的狀況 黃酸說 是哪來的小貓咪小狗狗這麼調皮啊 趕快出來自首啊 還我美好的週末夜 現在看完之後呢 謝謝喊說 你會被台電嗆 還在用手機PO文啊 沒圖沒真相 只顧著用手機難怪會跳電啊 也是呢反酸過來了 這個大家在網路上呢 就這樣子酸來酸去 大家呢都是 可能有些惠心遺笑吧 不過呢 這個有些疑似呢 同樣坐在瑞安街的網友回覆說 哇這個停10分鐘有了 很氣的罵台電 那麼台電工程 這舊險車呢 都搶隨機搶修 隨後呢 圓PO也透露說自己住的地方 在晚上9點左右的時候呢 終於是有電用了 覺得說痛哭流涕啊 感謝黨如此認真來維持電力的供應 那麼在桃園中壢啊 有近5000戶在3號的時候發生停電的狀況 加上雙北 這個近半個月來呢 真的是連連停電的狀況 真的是此起彼伏的發生了 在藍營的部分 他們就狂轟說 這是民進黨錯誤的能源政策 導致電力問題頻傳的狀況 專家也認為說 核電才能夠穩定供電 減少電價的壓力 希望立法院能夠修法讓核三場研議 停電跳電連環報 桃園中壢三號下午 郵包出境5000戶停電 是近半個月來桃園第17期的停電事故 加上雙北停電跳電已經超過20件 還沒到夏天 已經燒出民眾一肚子火 半個月來桃園雙北密集停電理由 千千百百種就是不願意承認 台灣已經進入大缺電時代 民進黨的高層 不願意針對錯誤的能源政策進行檢討 廠商人民通通受害 立法院三號用會在業黨以58比51票 標決通過電業法的修正草案 但是比起電價調整需要經過國會統議 追根究底更需要檢討能源政策 以後電價評議委員會的審議結果 一定要經過立法院 要讓國人知道現在電是不夠的 一定要想辦法儘快的恢復使用核電 民進黨因為意識形態 到現在還堅持他這樣錯誤的政策 只好透過立法院真正的反應名義 海電三年已經漲了三次電價 以燃料成本來說 如果核一核二核三廠的400億度電都還在 每度核電1.5元來說 一年全台就可以省下1041元 專家也認為核電是當前最好的能源解方 廢核的能源政策造成的問題不只是缺電 還有電價的這種調漲 核電的話能夠解決這個電價上漲的壓力 到外面來解決缺電的問題 上外面來能夠解決減碳的問題 那世界的潮流也是在用使用 希望立法院能夠盡快的來修改 來這個處理這個核能源立的問題 新政府上台之後能否剖開意識形態實現能源轉型 每一步步都牽動著民生產業經濟 藉章有此請珍SN小組 台北報導